超望鏡頭 坦白說,客人又沒有什麼 我直接說,以前我賣樓又買樓花 樓花很多要想想 這次我做這件事又很簡單 現樓,他們覺得質素很好 如果你和成交量每個月都這麼均勻 我覺得他們很深思就熟 又看過其他樓,又適合他們用 剛才我回應一下專才 當然我沒有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我在中環花分工 我在Extrem School 其實專才大部分,我大膽說 怎樣都過五、六成 就是金融 應該是major 暫時,遲些不知道 或者遲些是movie 都有都未做 但其實主要是金融 所以我覺得在Extrem School 變成就比較適合 我們一分鐘到長西環站 18分鐘到中環 我從來都是搭地鐵過去的 因為最準確就最快 所以我們都不會停的 現在11月第三個禮拜 第四個禮拜 接下來12月 我們就會在中環站做大廣營 所以我們一直保持 直至都賣光 接著呢 約1億半 但是想問一下 看到兩年十五、十三 我看到已經 今個月底月 都已經有上個月六成多 其實有沒有說 其實在專才那裡 有的有的 剛才我都說過 Vily有幫我做 但是我沒有可能 只有一間代理的 全市場 我說快到了Double就Digit了 自從專才開始到現在 那我一盤不是那麼大 是的 我都快到了Double就Digit了 我應該記得是 應該有八到九間 OK 所以這個措施 是直接影響到這個事 絕對 累積有三十 即這七年內 累積三十九萬七千的人才 我們簡稱為人才 合資格是可以 施免後徵的客戶 所以都很大量 如果真的一個人買樓 就不得了 那措施是多少號 25號 10月 10月25號 10月25號 那現在 10月25號到現在 快一個月 快一個月 即是一個月 大約是 我猜到大約是 我這裡大約二十單回到 因為一些十月 沒錯 即是十月 那我二十單 有八到九 就九單 四成 我又記不到 Exact的數 因為我沒有太多 即是四成專才 有四五成 即是有四成 人才計劃 其實我相信其他項目 都是這樣 都多 但問題是有些多 有些少 但我剛才說 我們更多的原因 是因為專才 我覺得 金融多 金融多 剛好有一個新盤 又熱樓 又這麼快去到中環 我猜到中環 對 加上剛好 VD做的單是連家師 買了我們的SoFact 這個更加是專才 因為他見到那個家師 他覺得 不用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優惠又送家師 對 所以他們立即跟著去客 所以繼續都是這樣做 但是這些中成交配 是最新的 是啊 幾個部份 可以透露一下 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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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家師的示範單位 大約多少錢 那家的成交價錢 因為太多成交 真的太多成交 真的太多成交 剛才我們才做了租 所以太多租 所以太多租 連家師 你看那個SoFact 也挺好的 一千五百塊 他比你大 快 快 快 好像是499 始終現在影響香港的經濟 或者樓市 基本上是 息口 最重要是息口 所以 大家都知道 美國已經連續兩個月沒有加息了 我自己覺得 息口見頂的情況 應該是出現了 希望 來年的第一季至第二季之間 可以減息 那市場反彈也會比較好 這個我看法 如果反彈得比較好的意思 可以討論 升你的方式 現在價錢 如果你有留意 我們集團的指數 剛剛對上星期五 已經有 升了一些 那你說是不是樓價 因為 師傅部之後會升 我覺得二手業主是硬了 那為什麼新盤呢 看到那些販商 好像有個別 推出盤 的價錢 好像低於之前的價錢 因為他貨量比較多 新的貨量比較多 變成要清貨的話 可能定價方面 就沒有那麼準確 二手是業主 單一業主方面 他們覺得 現在的客戶多了 那麼他們的價錢 就相對比較硬 這是我的看法 我覺得市場的轉流 才是最重要的 等於好像以前 他們說 我們中港 融合 然後我們很多人 上深圳 深圳 或者大陸很多人來玩 他們說 現在的客戶 就沒有那麼貴 就沒有LV 就網紅到處走 那麼我都答過 有人先 最重要 人們都覺得你好 先來 所以我剛才 我覺得問題 答我的量 就是最重要 做紅樓先 那麼我完全同意 有一個Micro 但是我想補充一個Micro 因為我每次開記者會 我都說 就算專才來買東西 他都不可以一炮過 他都要做按揭 我覺得 我覺得 懇請 就是 MA 跟著一個大的方向 就是那個加2 就 撤銷了 因為那個很大的影響 這個銀行是想做的 加上專才 全部都可以 他怎麼會不想做呢 但是問題 你硬生生 要他加兩名 去計他那個人工 就借錢 除了專才 所有香港人都是 他欠一萬 我都說過很多次 兩來欠 九千多元 到一萬元 的人工 就是同樣去借一九千 才能做到那個 百分之 於是他被迫 就是借少些 又要找多些Deposit Deposit當然沒有 這也是困難的 這件事 如果加上 盡快做完 可能在年底 反彈可能會再做了 OK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